湖北省金门市发现了一座楚国超级大墓 墓葬土方足足有30万立方米 每天参与发掘的人达到千人数 并且在大墓中出土了唯一遗述司法主检 那么这座超级大墓的主人是谁 死后陪葬司法主检生前他又有什么身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纪录片 揭开包山大墓的秘密 沙士卫于湖北省中南部 已有3000多年的人文历史 自古就是三路名镇 1986年2月 为配合金门沙市铁路建设 考古人员对位于金门市沙阳区 十里铺镇王阳村旁 一个名叫包山的小土丘进行了发掘 包山不大 完全由泥土构成 包山向西南五公里的范围内 被称为济山 济南城是春秋战国时期 楚国的首都 应在济山之南 汉代以后史称济南城 从公元前689年 楚文王自丹阳迁都于此 到公元前278年 秦江百起攻克颖都 前后共411年中 楚国共有二十代国王再次建都 由于济山独特的地质地貌 再加上地处楚都济南城郊 历代王侯将相都将此视为宝地 很早之前 考古人员就发现 包山其实是一座 楚国超级大墓的风土堆 在包山的左侧 由南到北还依次排列着另外四座楚墓 随后考古队开始对包山大种进行勘探 但前期的勘探工作并不顺利 风土堆上出现了三个大小不等的稻洞 最大的一个道洞直径有四米 难道说十目九空又要再次被印证吗 由于年代久远 洞里堆满了淤土 勘探工作继续进行 大量数据显示 在包山的风土堆下 大种木坑呈甲字形 是一个巨大的数学土坑木 可以肯定的是 这是一座楚国贵族墓葬 如果想要清理这座大墓 需要挖掘的土方就有30万立方米 如果用载重5吨的卡车来运送 需要12万车次 这座超级大墓的发现 也是考古发掘史上 规模最大的楚国墓葬之一 1986年6月 对包山大种的清理工作 正式拉开帷幕 为了清理风土堆 周围村庄的村民也都参与了进来 每天参与发掘的人 高峰时就有上千人之多 场面异常壮观 当风土清理完毕后 大墓开口显现出来 长34米 宽32米 再加上墓道长19米 宽10.3米 整个墓葬面积将近1300平方米 将大墓开口的范围确定后 考古人员还在包山 发现了一个储墓里最典型 也等级最高的丧葬制度 大家在包山大种 发现了14层台阶 并且每层台阶的高度将近1米 这些台阶可不是供人们进出使用的 储墓形成台阶的原因 最开始是因为自然条件的制约 但后来不断演变成 墓主人地位的象征 长江流域土壤疏松 直立性比较差 所以比较大的储墓 只能做成台阶状 从地面开始 台阶不断向下收缩 墓坑越深 台阶也就越多 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也就更高贵 1978年 在江陵县发掘的 天兴关一号墓 15层台阶的藏制 最终被确认为是仅次于褚王的褚国风军墓葬 那么拥有14层台阶的包山大种 墓主人会是谁 发掘不断进行 在靠近地下10米时 出现了很多清高泥 考古人员发现 包山大种保存得非常完好 1987年1月 果实终于出现在大家面前 果实盖板呈现正方形 边长超过7米 在果板上覆盖的竹席 经纬分明 经过2000年的轻视 竹席不仅崭新如初 而且韧性也很好 看到这样的场景 考古人员异常兴奋 在果板下埋藏着的 2300年前的楚国大贵族 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 在揭取盖板前 考古人员对其进行了分析 绘图拍照 这时大家发现 所谓的盖板 根本不能称为板 这些都是重达两吨 有0.4米建方 长7米的粗大木料 当人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将果实盖板揭开后 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竟然又是一层 稍薄一些的分式盖板 50平方米的果实 被分成5个空间 最中间的是墓主的官室 四周的分式 是用来放陪葬品的 考古人员首先揭取了 南侧的分式盖板 果实内壁 红彤彤的修漆 瞬间吸引了在场的人 也是因为分式密封较好 这些修漆才得以保存 很久以前 居住在长江流域的楚人 就拥有了非常高超的 木器修漆技术 但是包山大众出土的漆木器 鲜艳的色彩和精美文饰 仍让考古人员为之正经 为了避免文物接触空气和氧化 考古人员决定 对四个分式同时进行清理 东式长为4米 宽不足1米 虽然面积不大 但除了官室 这是最重要的一间分式 东式也叫头式 主要功能是随葬礼器 和摆放装果瓶90的器物 果室内布满积水 里面漂浮着很多逐边容器 人们将这些容器进行编号 随后提取出来 这是大家发现 在这种名叫竹寺的容器中 果不其然 盛放着许多食物 这些食物有桃子 鹿肉等 将这些漂浮的竹寺 和漆木器提取出来后 考古人员开始抽取 东式内的积水 随着水位的下降 其他器物显现出来 在这面积不大的东式里 摆放了陪葬品 精筒剂 东式供出土264件文物 主要是青铜锂器 漆木器 以及陶器 其中青铜鼎有19件 青铜鼎 也是所有青铜器中 最能代表 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 包山大众出土的这批器物 无论是器型的完整 还是金属本身保存的状况 都堪称完美 这件凤鸟双连杯 是新婚夫妇 行合景之礼所用的酒杯 杯底用于主管相通 行礼时 夫妇各置 一根管子放入杯中 以同饮一杯酒来表示 从此开始共同的生活 除了凤鸟双连杯 这件错经营同尊 盖面和外壁 都有错经营龙凤云门图案 全气装饰华丽 反映出楚人高超的工艺水平 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而这件七脸盒 更是堪称圣物 七脸 古代女子乘放书壁纸粉的梳妆盒 多为木质漆盒 包山大众出土的七脸盖子上 绘制着一幅迎兵出行图 辽绘的是战国时期某一秋天 某上大夫 仅见另一上大夫的情景 堪称我国第一幅七绘人物画 体现了楚国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 它是中国最早的漆画 也有学者说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连环画 包山大众的南室长4.47米 宽1.5米 一些毛隔之类的长兵器漂浮在水中 弓箭类的悬挂在隔板上 在水底的是一些比较重的车马器 考古人员在清理时发现 一些长兵器上还有五颜六色的羽毛 经过两千多年的轻视 这些羽毛竟然还有韧性 但最让人震惊的是 在南室西侧的壁板上 悬挂着一束人类毛发 这束毛发同样不符 那么这束头发的主人是谁 悬挂在这里又是因为什么 南室出土器物共有1500多件 然而 就在南室清理接近尾声时 考古人员在西南角又有了重大发现 在这里出土了一束 写由文字的竹简 考古发掘中出土文字 是考古人员最希望看到的 文字所披露的信息 要远比几件器物多得多 幸运的是 2000多年过去了 竹简上的文字依旧清晰可见 经过仔细辨认 专家最终认定 它是一篇在后世被称为 浅册的文书 先情古籍中并无浅册一次 1954年 长沙阳天湖25号目出土的竹简 记录的是与丧葬礼仪有关的物品清单 叶公卓先生经过初步研究 将其称之为浅册 此后多沿用这一名称 把这种记载随葬品的竹木简称为浅册 从包山大种中出土的浅册 专家不但了解了楚国贵族的丧葬礼仪 还知晓了很多器物和葬具 在古代的名称和功效 西式长3.88米 宽井有44厘米 在四个分式中是面积最小的一件 西式共出土器物54件 其中最让人惊奇的是一张木床 这张木床多处可以折叠 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 中国最早的折叠床 北市是盛放日常用具的 这里共出土文物47件 在北市中部也发现了一大批竹简 这些竹简上记载着 司法文书 捕士 祭祷等内容 为研究楚国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度 提供了重要资料 根据宝山大众出土的主简 专家得知 木床人名叫昭妥 生前是楚国左颖 左颖为此于另颖 为楚国之亲 在当时 左颖是掌管全国司法的 相当于楚国的第三把手 而木床的姓氏 也反映出他的身份之高 楚国当时的三大姓媒 曲 锦 昭 昭相传是昭王的后代 在包山大众出土的 祭祷类主简中记载着 木床人的元祖 是皇帝之孙老童 而镜祖中列在首位的 恰好是楚昭王 除此之外 根据主简还可判断出 昭妥的下葬时间 每公元前316年 1月17日 主官室的清礼终于开始了 揭开盖板 木主的葬具不仅保存完整 而且非常复杂 葬具分为内外三重 最外面的是长方形的外观 中间是旋底弧形中观 最里面的是通体彩绘的方观 在棺盖和方观两侧 古人用金粉 银粉和红漆 黄漆 描绘了九组四龙四凤的图案 揭开棺盖 遗体只剩骨架 在内观出土了两把 带鞘青铜宝剑 剑柄分别为玉制和骨制 经统计 内观共出土器物四十九剑 包山大肿的发掘成为 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光辉灿烂的楚文化 也将历久弥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